这款Freewheel的7合1磁吸滤镜套装 是真的像可以一步到位 嗨你好我是大雅 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只要你玩摄影 不管是以拍照为主 还是以视频为主 我想你至少应该会拥有一块UV镜 或者一块可编ND 或者一块CPL 或者一块黑柔 至少应该会有一块吧 UV镜我现在已经确实不再使用了 但出门的话 可编ND是属于我必带的一块滤镜 CPL就要看我的拍摄需求再来佩戴 黑柔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氛围感加基础美颜的一个物理外观 如果他们全部分开买 想要实现三个效果叠加使用 确实会比较麻烦 但这款Freewheel的7合1磁吸套装 就可以轻松实现 磁吸是Freewheel这套磁吸滤镜 最大的设计亮点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一个底座拧在镜头上 然后就可以把剩下的滤镜片 以及滤镜盖 咔嚓这么一吸 就可以安装或者是更换使用了 甚至还可以组合使用 首先这个VND Base是一个一档ND镜片 用的时候把文字部分朝外放就行 另一个镜片是Mist and VND Base 一个一档ND加1%的黑柔镜片 这样就可以获得一档ND 或者一档ND加黑柔滤镜的使用效果 另一片滤镜是2-5档NDCPL滤镜 2-5STOP文字朝外吸上去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四档减光调节 侧面有箭头作为标识 而如果把CPL这一面朝外吸上 那么就可以根据环境来旋转调节 顾虑效果 最后一片滤镜是6-9档ND ND32 CPL镜片 同样6-9STOP文字朝外 可以实现6-9档的减光调节 而另一面朝外可以实现固定的 ND32减光和片震滤镜的效果 这个滤镜盖可以在不需要拆卸滤镜的时候 直接吸附上去起到保护作用 说着可能感觉有一些绕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这四片滤镜分成两个部分 两片基础滤镜以及两片功能滤镜 想用可变ND的时候就必须要配合基础镜片使用 而另一片就要看你需不需要黑柔了 CPL可以独立使用 不装基础镜片也可以 这套的磁吸效果是非常稳定的 上一次我出去拍摄跑起来 我兜里的手机充电宝都飞出去了 但是这个镜片还是牢牢的吸附在上面 这一点会让我使用起来非常的踏实 可变ND滤镜的好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十字光 另一个就是偏色问题 FreeWeld这套可变ND可以不用担心十字光问题 而偏色问题影响也很微弱 较为明显的问题是色温会偏暖一点点 CPL的过滤效果也很棒 这个画面里我的手机屏幕映出了百页窗 通过旋转滤镜就能过滤到这些反光 这期视频的talking部分 我一直在使用这块1%黑柔技术滤镜录制的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身后这张已经过曝的氛围光 它的高光的柔和度 以及我脸上的这一层高光的柔和度 它甚至为我带来了一层基础的 磨皮物理外挂效果 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是用了黑柔滤镜的效果 以及我再把黑柔滤镜拿下来 那没有用到这块黑柔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我再放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用了黑柔 这是没有用黑柔 这是用了黑柔 这个滤镜包做的确实不错 打开之后一拉滤镜全部都能展示出来 每一片都是隔开收纳的很不错 Freewell这个牌在国内可能确实听说的人比较少 但是我也是在了解之后才知道他们在海外市场是非常的火的 尤其是使用无人机想要选购MD的时候 那么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 那整体上来说 这套七合一的滤镜我自己还是感觉非常好用的 这一包滤镜已经把我常规拍摄需求到的滤镜全部都覆盖了 一个套装一步到位挺好的 又方便收纳还容易使用 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我的介绍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到了这款 Freewell的七合一磁吸滤镜套装 那么如果觉得我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三连鼓励和关注支持 这就是我的极大荣幸 好我是大雅 期待着下次见面 拜拜